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二百七十回 黄昏中 徐凤年终于走到了 宝平州边境地带的弱水源头 是一块满目清脆的绿洲 如一颗绿珠镶嵌在黄沙圆盘之中 格外让人简直欢喜 徐凤年蹲在绿洲边缘的碧绿小河畔 捧水洗脸 猪袍阴雾在水中如锦里游玩兮兮 出北梁之前知道的消息是这里戒备森严 不光是长年铸扎有一只六百黄杖铁骑 更夹杂有许多影子在向李密碧麾挥下的 补廷兰和捉碟市 交织成了一张大猪网 由一名猪网顶尖杀手剑客领先 既是保护那位古兮老人 也是严密监视 不论出行赏景路线 还是每餐菜肴都要尽数上报主子李密碧 加上老人自身心腹势力 两者对质 同时又互相配合 抵御层出不穷的复仇刺杀 可在徐凤年看来 实在是与先前得到的消息不符 暗装稀疏 那时驻扎十里以外军营的禁旅 也六百人呢 骤检到了寥寥两百计 徐凤年捧了鸡捧凉水洗完脸 随即是然 老人在北蒙眼中再如何胡死不倒架 彻底弃权五六年之后 久居幕后一仰天年 声望自然不如从前那般让人忌惮 北蒙黎阳庙堂之上大事如出一辙 起先大抵都是南向北将的格局 若说南院疏密大王黄宋蒲 开了个南朝为将的好头 其实更早之前呢 就有人早早的在北庭黄帐 以春秋移民身份畏居高位 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当初每次女帝陛下狩猎 以群臣化灰一世 也唯独此人能让桀骜难迅的 王庭权贵心悦成福 北蒙以后能够顺利推行书生治国 可以说正是这位老者的功劳 徐凤年此行的目的 便是见这位啊 被女帝誉为北蒙住石的老人 谁能相信一个注定跟北蒙不共戴天的北梁世子 过关斩将辛苦走了数千里 就是自投罗网啊 徐凤年拣选这个临水的辟经位置 没有急于进入绿洲腹地 该处分明就是一座骑门顿甲打阵 胡乱涉足 说不定啊 就要给当成刺客进拿 行白礼者半九十 徐凤年哭等到暮色深沉 猪袍鹦鹉始终都是那副保暖无忧的散淡姿态 徐凤年凝神摒弃如同老僧入定 他记起小半寻前在戈壁滩上遇到的奇驼女子 不用看面相就知道 是龙女相 否则以徐凤年如今的道行 也不会露面去借什么水 至于后头的出手相助啊 倒也没太多的念头 无非是念在溢水之恩 涌泉相报 古书上记载 这类圣女啊 每次入汪洋或者入荒漠 就会出现海狮蜂楼 差别无非是海狮或者是沙狮 肾属蛟龙 土气城楼 跟贡公相等天生神力不同 与那凤飞相可母义天下也不同 圣女啊 这自古以来便被寻求长生不老的帝王 视作寻访仙山的钥匙 凡人所见海狮蜂楼 自然是假 但是这假象毕竟无法无缘无故浮现 终归是有所依托才成 历朝历代皇帝受益方式出海寻访仙人仙山 队伍中必然会有一名龙女相伴 可如何以具体的秘书指引 就不得而知了 那名女子啊 以后是否会沦为帝王的钥匙 须凤年莫不关心 也不是她一个自身地位都岌岌可危的世子 可以决定的 世间有几人 能如羊皮球老头年轻时那般快意恩仇啊 大多数武夫行走江湖 吃藤吃亏以后啊 都信奉 多看少做少说的宗旨 一个徐霄传守江湖 一个北芒女帝纳为鹰犬 轻轻松松的让两个江湖 所有的江湖人全都身不由己了 徐凤银猛然睁开眼 望向水边踩踏而就的小镜 小到尽头一老一小结伴而来 志同生得纯红齿白 骑竹马而来 憨太可爱 以一杆青竹坐胯下马 嘴里边轻声嘟弄着 这小孩穿了一席啊 宽袖道袍 神色天然 让人见之妄俗 孩子身边的老者 须发洁白 身材高大 文金青衫 自有一股轻易之气 老人一手牵着竹马志同 一手握有两卷经书 见着了没有隐匿行踪的徐凤年 似乎毫无讶意 松开小道童的手 朝徐凤年笑着挥了挥手 像是久别重逢的忘年交 徐凤年之所以不躲不避 是猜出了这老者的身份 昔日 北满王庭第一权臣 徐淮南 出身辽东 仔细推敲起来 竟是比徐肖年长一辈的远房亲戚 只不过这种关系啊 可以远到忽略不计了 徐怀南在世子北逃之前就已经到达北莽 成为慕容市女帝篡位登基的首席谋士功臣 学富武车 一生所学 尽富于北莽朝政 黎阳出定春秋 携大势冲击北莽 正是他力劝上尉坐稳龙椅的女帝 南下御驾亲征 才有了今日南北分治的天下 黎阳第二次举国支离北征啊 也正是本以卸甲归田的他重出茅庐 制定战略 使得新贵拓跋菩萨击溃黎阳三县 他这些年呢 隐居弱水畔 名义上啊 是当年府上 出了一名左右双手倒卖军情的双面碟子 惹来女帝震怒 不得不退出朝廷 实则是当之无愧的功勋元老徐怀南 在对待慕容一族的态度上 跟女帝产生了严重分歧 心灰意冷 才黯然的出庙堂入江湖 所谓震惊朝野的叠子案 不过是双方各退一步的一个台阶罢了 看着这位曾经步步登顶 然后缓缓而下的老人 徐凤年难免是百感交集 眼前这位可是论威名论功绩十大十 可以跟徐霄相提并论的权臣 徐凤年恭敬作一行礼 精气神极好的老者走近 扶起以身涉险的徐家后生 端详了几眼欣慰的笑头 我这老头子想破脑袋也没想到会是你来看我 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是徐霄亲自造访 毁时是天大的惊喜啊 不愧是我徐家人 我很早时候就说嘛 没些胆识的魂魄都不敢投徐家媳妇的胎 徐凤年笑意苦涩 徐怀南摸了摸身边竹马志通的脑袋 望向涟漪阵阵的河水 他惊声道 放心 两网边境动静很大 我这边啊 抽掉了一个很关键的珠网剑客 因为才到你要过来 就借机调走了大部分黄藏骑族 这是看上去最危险 却也最安全 清明时期 刘夏成杀了陶钱志 后边又跟拖拔春孙打了一架 让那不知田高地厚的小将种 吃了个哑巴亏 一路行来 趁手杀了但人心肝的魔头谢灵 敦皇城引来了邓太和初见 好像在黄河那边 还跟跟公主坟儿惹上恩怨了 你这后生 实在让老夫 打开眼界呀 当时我就说 只要你能活着到落水 我不管如何都会见你一面 来来 咱们呢 坐着说 徐怀南和徐凤年坐在水边草地上 憨太志同呢 突然做怒容 提起竹马 就要向水中劈下 气急之重 让徐凤年出现一瞬窒息 猪袍鹦雾跃出水面 也是要翻江倒海的模样 好在徐怀南握住了那一截清脆竹竿摇了头 志同这才脸去气息 复归天真无邪的神情 见到徐凤年眼神异样 老人泄露了些许天际 不过点道即止 他温言笑道 我也分不清 是道门一气化三清的无上神通 还是展出三师上十周的生辟手段 不过身边这位啊 肯定是苦命孩子 这几年茅舍门可罗雀 懂得烧冷灶这种宫门修行的聪慧人 也逐渐熬不住性子 越发的减少 亏得有这孩子陪着 才不觉着年老乏味啊 对道教正统而言 龙虎金丹 一直是被视作仅有可证长生的正途 俘虏外丹都是旁门 更别提展三师这种 不见任何典籍记载的左道 在这徐凤年也没心思 在这一点细枝末节上刨根问底 只是一名小小道童 就能让阴气趋于饱满的 阴雾如临大敌 北莽是不是太过于卧龙藏虎了 年以古兮却不见任何年迈疲态的徐怀南 盘膝而坐 他心声说 既然你敢来这儿 我就破例跟你坦诚相见 说几句啊 本打算带进棺材的心里话 若是一年前 我会按约定替徐霄给北梁啊 谋划吞忙一事 毕竟我谈不上忠于王庭 也没有做女子群下沉的嗜好 之所以做梨香犬 卖国奴 为女帝鞠躬尽瘁 只是因为对春秋和梨阳 憋了口恶气 既然如此 我也就乐得见州 两忙横生波澜 这比较棋局复盘 还要来得有趣 当然了 我跟徐霄一样 都是出了名的臭骑娄子 不过齐剑岳府的太平令 棋盘内外 都是获人价实的国手 他游历黎阳数十年 摸清了脉络 这次返回皇宫啊 对症下药 打了一局大谱 黑白定乾坤 难过了北芒 黎阳北梁 我的谋事位置 自然而然 被这位新任帝氏 取而代之 我这些年的代价而辜 便成了不小的笑话 徐凤年啊 你说王平既然 已无我用文之地 那我哪怕是 厚着脸皮付出 又能做什么呀 徐凤年 莫不作声 言语中有自嘲 一味的徐怀南 不去看这位 跋山涉水 而来的年轻世子 是不是很失望啊 徐凤年点头道 不说失望 我自己都不信 徐怀南果真是打开天窗 说两话 他缓缓说 我生时 自然是满门富贵 我死后 注定不出十年 便是满门抄斩的下场 一半是因为我故意不约束族人 由着他们先一诺马为非作戴 而我做北院宰相时啊 也可以跟耶律 慕容良性交恶已久 另一半是女帝 终归是女人 女人记仇是天性 她死之前 注定要跟我算旧账 退一万步 就算她念旧不为难我 下一任北盲皇帝 也要拿我后人开刀 我自认对得住族人 三十年 如日中平 是寻常人几辈子都享受不到的荣华富贵 唯独一人不能死 或者说不能死得如此之早 也算我对失信于徐霄的一点补偿 徐凤年抬起头迷惑不见 徐怀南轻声道 当年徐霄由赵长陵和李一山做左网右臂 我也不是神仙 给不了两位 只能给你这将来的北梁王其中之一 你要是信得过呀 就放心去用 他本就是要在四十岁前活活累死的命 老人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我这一生 独始而懂和自我而得的阳谋涛略与阴谋诡计 都传说于这位补其眼的偏方数孙了 不用徐凤年询问 这老人便笑着说 好呀 已经出发去北梁的路上 你们该相见时 自然便相见了 徐凤年正要起身致谢 便被老人呢白手拦住 本就是欠你们父子的 老夫能够在北莽平布青云 少不了徐霄的助力 徐怀南突然笑道 记得我年少离家之时 本意是立志 做一名儒家经学家 行万里路后 再读万卷书 能够训孤著书就好 哪里会想到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徐凤年无言以对 徐怀南拍了拍徐凤年的肩膀 和蔼的说 以后的天下 毕竟啊 还是要你们年轻人 去指点江山啊 老人唏嘘以后 稷儿问道 听说你练刀练剑 都有气候 可有北梁刀啊 我想求生一巧 徐凤年摇了摇头 来北莽 不好携带北梁刀 只有一柄春雷短刀 老人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老糊涂了老糊涂了 短刀啊 也无妨 徐凤年从书箱里边拿出春雷刀 徐怀南放在膝盖上 凝视许久 老夫生已无欢可言 死已无所惧 之所以纳着不死 就是等着呀 给那名孙子一份前程 再就是少了一个 安心赴死的由头 老夫既然欠了徐霄 就再不能欠你 而且呀 老夫也想到了一个 不负任何人的做法 徐怀南超出春雷刀 递给徐凤年 那张沧桑脸庞上的笑容 无比的豁大 来来来 搁去徐怀南的头颅 装入囊中 返回北梁 去做那北梁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谈不上是称性而来 也不好说呀 是败性而归 徐凤年 还是那个背书香远游柿子的装扮 红袍鹦鹉依旧隐蔽前行 只是多了一颗寒笑而亡的头颅 行出三百里 见到两季纵马狂奔 去往弱水河畔谋首 其中一季 马背上的男子玉树临风 北人的身材男人的相貌 见到徐凤年后 顿时脸色苍白 下马后亮枪行来 跪地捂住心口咬牙哽咽 嘴上反复念叨着 知道是如此 徐凤年心知肚明 也不劝慰 冷着连俯视这名 被徐淮南寄予厚望的 庶出子孙 如此阴冷的初次相遇 实在是大煞风景 哪有半点史书上那些个 什么贤君明臣相逢 便恨晚的绝佳气氛呢 圣渝一记 坐着一个呀 嗜读书童模样的少年 见到主人这般失魂落魄 也顺带着对徐凤年极为敌视 男子早已籍惯 却未及三十 失态片刻便脸藏神情 不卑不喜 挥去书童试图搀扶的手臂 自行站起身来 让书童让出一匹马 主仆共乘一马 三人两马 一同默契的前往南方 一路上经过各座城池关爱 温润如玉的男子 都能与沿途教尉们把闭言欢 不过少有称勋道地的矫情场面话 穿过小半座宝平州南端 绕过王亭金雀之地 即将进入金蝉州 在一栋边荒小城的客栈 停马休息 冷眼旁观的双方 终于有了一场开诚不公的谈话 客栈生意清冷 诺大一方四合院 就止住了他们一行三人 夜凉如水 姓王明梦熙的侍童 蹲坐在院门口的石巾上 对着满天的繁星哀声弹气 院内啊 有一张缺角的木桌 以及几条腿 一屁股坐下便会吱压压作响的破败主意 徐北智不饮酒 入宿时却特意向客栈 购得一壶店家自酿酒 此时搁在相对而坐的徐凤年眼前 看着他倒酒入慈悲 徐北智平淡的开口道 都说煮酒喜相逢 你我二人好像没这份缘分 徐凤年平淡的说 你的名字是你爷爷亲自取的 徐北智扯了扯嘴角 起先不叫这个 六岁时在徐家私塾背书 爷爷恰巧图经窗外 将我喊到眼前 有过一番问答 以后就改成了北智 局升南为局 升于北则为智 以往我不知道爷爷取名的寓意 现在才知道 是要我往南而习 由智便局 爷爷用心良苦 做子孙的 总不能辜负老人家 改名三年 九岁以后 我便跟着爷爷身边 读史超书 与爹娘关系反而淡漠 也许世子殿下不知 爷爷已经留心你许多年 尤其是从北梁王拒绝你进京起 到你两次游历 爷爷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去截取第一手消息 我敢说 他老人家 是北莽内第一个猜出你身份的人 说到这儿 徐北智视线投向徐凤年所在的屋子 搁在膝上的一只手 五指轻微颤抖不止 桌面上的一手 却并无一样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气诸侯 由大兵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 请登陆 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 大兵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T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听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